观众朋友们好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十一月十二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并且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一条突发消息 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 禁止美国人投资于政府所确定的为中国军队提供物资和其他支持的中国公司 该命令禁止美国公司和个人直接或者是通过基金持有包括美国认定的三十一家 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的公司的股票 政府官员表示这些公司包括大型的国营航空航天造船建筑公司以及科技公司 使得军方能够获得先进的技术和专业姿势 帮助解放军在全球范围内扩张 并且采取更加积极的姿态 川普政府试图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对抗北京作为全球竞争对手的崛起 并转而通过行政命令来限制中国的影响力 政府官员表示这项命令已经审查了好几个月 从一月十一日起禁止购买或投资这些公司在内的新兴市场基金 该命令给投资者在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之前最后期限 剥离任何含有任何中国证券的投资 在三十一家公司中许多公司在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证券交易所交易 有时也被美国投资者作为共同基金的一部分购买 其中两家公司中国移动通讯还有中国电信集团 有在美国交易所交易的子单位 白宫官员表示有多少美国人拥有这样的证券 甚至有多少资金受到威胁还不清楚 许多通过基金进行投资的投资者并没有看清他们实际接触到的公司是什么 有一位金融分析师将投资者能否知道自己是否拥有这类证券 比喻为客人在餐馆里想知道他们所吃的菜的成分 只有向厨师或者在现在的情况下 向证券投资基金经理核实才能够确定这些证券到底是什么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则是跟美国政治相关的两条消息 首先为您看到的是国会共和党人的最新进展 现在越来越多的共和党人正在缓慢而渐进地承认总统大选结果 而有一些人支持在过渡期间采取初步过渡措施的概念 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柯宁是共和党立法者中的议员 他说后任总统拜登应该获得总统级的机密简报 即使不是总统美日简报本身 无论他是否真的得到整个简报 我认为信息需要以某种方式传达 克宁在周四这样告诉记者 但是他和其他人都没有承认拜登是选举赢家 川普总统坚定不移地拒绝接受结果 对关键州进行选票舞弊指控 他声称将推分现在的选举结果 让他可以继续留在白宫 而对于川普仍对共和党选民有巨大的影响力 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基本上都跟随总统的步伐 现在只有四名共和党参议员对拜登获胜表示祝贺 拜登在周二表示他没有被允许接触机密信息 或者是非公开的非机密信息 他还说他没有收到总统美日简报 但是他淡化了影响 他说简报将是有用的 但是不是必要的 我现在不是现任总统 川普在二零一六年大选后大约一周开始接触到简报 这是一份有关于威胁性信息和情报报告的汇编 他的对手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在大选后第二天早上认输 柯宁是情报委员会的成员 自己刚刚连任 他说这是过渡期的一部分 事实上如果拜登最后真的赢了 我认为他需要能够打好基础 其他参议院共和党人有类似的评论 包括爱荷华州的查克克拉斯利 还有俄克拉荷马州的兰克福德 兰克福德周三在接受电台采访时说 截止目前看来拜登正在获胜 并表示他将在周五之前介入 试图确认拜登可以获得完整的情报简报 他在周四告诉记者 他不承认拜登已经获胜 指出各州尚未认证结果 有些州正在进行重新计票 他说应该让挑战结果的过程充分发挥出来 他说双方都要获得信息 因为我们不知道总统会是谁 共和党参议员则表示 他们必须要尽可能的解决过渡问题 一旦计票结果成为认证 拜登有相当大的机会成为总统 拜登在过渡期间也没有办法获得通常给后任总统的资金 办公场所还有其他资源 川普任命的总务管理局行政长官还没有宣布拜登是赢家 而这是解锁资金和使用权的必要步骤 缅因州的苏三克林斯是与罗姆尼本萨斯还有穆考斯基 一起向拜登表示祝贺的四位共和党参议员之一 他说拜登应该立即获得过渡期的援助 他说当选总统拜登现在就应该接受情报简报 此外就像任何明显赢家一样 他应该获得办公空间联邦雇员材料用品等 但是明显赢家获得标准的援助 这是不会阻止川普寻求法律挑战的必要步骤 但是他表示无论如何我们不应该拖延过渡期 而川普总统的盟友包括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部的主席约翰逊 也在寻找可以帮助川普总统的证据 他说我的委员会对于美国的邮政和联邦劳动系统有管辖权 我要求任何知道与邮寄或者是缺席选票有关的违规行为的人联系我们的保密举报热线 司法机构的主席格雷厄姆是另外一位川普总统的忠实拥护者 他也一直在追究有关于选举舞弊的指控 在周四上午他在福克斯新闻上表示 内华达州以及其他可能州的邮寄选票上的签名没有得到适当的合适 但是目前没有后续的进展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美国军方的消息 美国最高军事官员说 我们在军队中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不向国王或者是女王暴君或者是独裁者宣誓 我们也不向个人宣誓 这是参谋长联席会主席马克米利将军所说的 米利是在周三在一个陆军博物馆的县礼仪式上发言的 在刚刚过去的一周里 川普解雇了国防部长马克艾斯伯 并在五角大楼的高级政策职位上安了三位坚定的忠诚者 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 引起了人们对于川普总统在其最后两个月内的第一任期内 可能会尝试做什么的担忧 以及军队长期以来保持非政治性是否会被颠覆 米利在与艾斯伯的继任者代理防长米勒站在一起时发表了评论 反映了他长期以来一直非常热衷于陈述的观点 军方有明确责任保护捍卫宪法 但是他在动荡时期的信息 也就是川普拒绝承认选举失利是明确无误的 米利表示军队的存在是为了捍卫民主 而不是被用作政治棋子 我们都对宪法宣誓 每个军人都会不计个人代价的保护和捍卫宪法 现在川普总统对于五角大楼动荡的动机尚不清楚 但是这在五角大楼内已经引起了很大的不安 是否是在打击艾斯伯呢 是否有更广泛的计划 以颁布川普在可以作为总司令最后几天所说的政策变化 或者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川普会继续让军方帮助他在就职典礼之后留任吗 米利对于最后一种可能性进行了反驳 他告诉大家 如果选举在某些方面出现了争议 根据法律 美国法院和美国国会需要解决争议 而不是美国军方 他明确表示军人不得参与选举后的权力交接 而川普对于艾斯伯已经表达了越来越多的生气 他公开不同意自己在六月期间使用信义军人的愿望 艾斯伯还曾经与军方领导人合作 劝说川普不要从叙利亚和阿富汗完全撤军 如果动机只是为了交给川普的一些快速的政策变化来铺给道路 那么用更容易接受的忠诚者来填补高层职位 显然有所帮助 在川普的最后十周内 在一个以详尽规划为荣的五角大楼中 迅速和激进的变化是不大可能的 五角大楼是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 并不是随便就可以更改的 虽然该部门根植于文官控制军队的民主基石 但是参谋长联席会主席成员都是强大的总统顾问 拥有数十年的经验 并掌握着详细说明国家安全行动潜在后果的相关资料 截至目前军方指挥官还没有得到新的命令 而军方的高级领导人包括米丽都在劝说耐心和稳定 他们预测美国仍然是一个强大而可靠的世界大国 一切可以保持稳定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